我的意思是说 没事 你说的都是事实啊 能被全府第一高手调教 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对 晓菱 带你双号 我们再开一盘 来 再来一局 再来再来再来 这次我一定不坑了 是啊 我这击杀boss的技巧 都是你传授的 晓菱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来吧 小丝 留意点这个客人啊 帮我照料一下 我去备料去 好 您好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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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早上刚到 去看过你妈妈了吗 没有呢 下飞机直接过来找你的 是吗 我想你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和真行结婚了吗 我和真行结婚 你们俩不是在一起吗 谁告诉你的 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上次 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散伙饭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抱在一起 还很亲密 那天我喝醉了 是他把我背回来的 怎么 朋友间的拥抱 也会让你误会 没有 有个全球游戏互联网大会 我回来看看 你穿成这样 我还是看不习惯 帅不帅 我给你发的邮件 和我的照片 你收到过没有 收到了 可是你从来没有回复过我 你想让我回你什么 是我想和你一起旅行吗 这次我去了很多地方 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 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半球 在气候寒冷的阿拉斯加 在那里 人们创造出了很多奇特的东西 去适应当地的生活 我渐渐明白了我爸对我说过的话 他希望我 能够做出一款能改变世界的游戏 其实 真正的好游戏 真的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后来 我在我爸美国的游戏工作时学习 尝试在游戏里 加入一些 可以真的改变生活的东西 一个玩家的力量微乎其微 但是成千上万个玩家的力量 就会不可无量 游戏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我觉得 你一会儿还是回去 看看你妈妈吧 跟你说完话 我就会回去 对 上次去非洲 我心里只想着自己的未来 但这次我环游世界的时候 我时常想起一个人 尤其 是在我经历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管是在撒哈拉沙漠欣赏燃燃落日 还是在阿拉斯加看美丽的极光 我第一个想分享的人 就是你 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 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面 从未消失过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不少 我两次误会了你和真行的关系 我两次误会了你和真行的关系 你 就能着急